飛機的殘骸 然後這個飛機上的攝影機 然後現場附近的地形 地物 地貌 那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看它的重點 翻案會的成員11號一早 就在齊柏林直升機的失事地點調查 除了要採集DNA做遺體辨識 也要釐清罪集原因 正當一方激起調查時 不少團體也緬懷祈禱的深添貢獻 這部隊剛好相反 它卻是要在最惡劣的條件之下 去執行他們要做的任務 一字一句導演齊柏林 在鏡頭前談起國軍高空作業的困難 這個在飛機上的人才可以感受得到 那是一個非常極具挑戰的一份工作 如果沒有強烈的使命感 沒有很大膽的那種 膽大心細的飛行的技術 其實是很難去執行這樣的任務的 用自己的經驗鼓勵 也感謝空軍的辛勞 原來齊柏林過去也曾幫空中救護隊拍攝 看見台灣此行天使的主題 呈現海鷗救難直升機在高山或大海救援的狀況 由於雙方合作密切 軍方不捨的同時 也用影片向祈禱致敬 此外在紀錄片看見台灣片尾演唱的原聲同聲合唱團 在台南演出時團長也把送別 這首齊柏林最愛的歌曲當作安口曲 並且一度在指揮時不捨飆淚 因為這首歌來送的最期待的 起歸一切 鏡頭下俯看台灣的每個景色 都是祈禱的努力拍攝 也是這份用鏡頭保護台灣的決心 又讓外界感懷 他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貢獻 當遠方有一個寧遠大的目標的時候 你必須要勇往之前去追求 作詞・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